男子拿了噴漆 對著店面玻璃開始狂噴 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留下不雅字眼 重點就是欠錢兩個字 因為錢討不回來 男子噴漆泄憤 我會來噴的 就是三四點的事情 他做出之前就是健康 什麼藝什麼那種 他很久沒來 他裡面還有東西也沒看 遭到噴漆的地點 是在鳳山區杭州西街的店面 過路民眾看到覺得誇張 引起熱烈討論 因為店面先前一次是傳銷公司 都叫老人去聽客 久了就花大錢去買健康食品 是詐騙集團的店面 開沒兩個月就出事了 房東也嚇死了 一問才知道是自己的房客 欠對方錢沒有還 債主找上門直接噴漆在玻璃上 引起房客極限他的錢財未還 導致房屋門窗遭噴上不雅字字眼 被害人也立即向警方 提出回損之告訴 討錢找上門噴漆嫌犯 是60歲的蔣姓男子 他直接開著小貨車 停在店門口 下車就拿噴漆狂噴 警方透過車牌找到人 他說因為流星男子 急欠工程款 一萬八千塊不還 潛逃不回來 才會噴漆泄憤 先拆除現場的廣告環部 再要離開時遲噴漆來毀損門窗 警方鎖定喚嫌身份後 於當日晚上10點立即通知 喚嫌到案來說明 原本的店面疑似傳銷公司 拉攏客人使用 結果開面兩個月 電倒了被人噴漆討債 一度還以為是生意難做 討債錢裝上門 結果是急欠工程款 這下潑漆去除 全落到房東頭上 可讓他真的覺得 出租房屋 麻煩也找上門 記者洪富人林智慧 高雄報導